公用是大家都可以用 中家宽品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今年再度合作开办桌游设计工作方 将透过六堂赔利课程 推出两款新的媒体素养桌游 课程中除了邀请台师大大传所 陈炳红教授 带领学员了解假新闻 与认识公用频道的禁用之外 也安排专业的桌游讲师 引导学员掌握游戏设计的要领 其实像这次上课我会特别提醒的 就是既然我们选择桌游和游戏 那我们当然娱乐性跟游戏性 是要考虑到的 那如果只是单纯想要传递讯息的话 那可能还是会选择文字载体 或是书本 那我认为其实桌游的边写边转 以及它的发想创造过程 它其实跟写作是相同的概念 只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透过游戏的机制去传递 我们自己想要传递的讯息 但我会强调的是 这些事情它必须要合乎真实 也就是它要合乎逻辑的 因为有些状况下是 我们想要讲的东西太多了 就我们把游戏变得很复杂 然后或者是不小心太说教了 我们就是想说 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去辨识假新闻 然后就变成说教 可是我们就少了蛮多的体验 我觉得游戏它作为载具 其实是多一个不同的体验过程 那我们体验过后之后才能去反思 而不是说我直接给你一个答案 要求你就是照着我的答案去运作 那我觉得这是左右比较可以达到的地方 掌握技巧的部分嘛 我觉得第一个也很类似是 考量到你的TA受众是哪些人 比如说你设计给高中生玩的游戏 但是你最后把它说 我是要给小学生学习媒体素养 可能这样就不是很适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要适时的舍弃 因为你知道真的要讲假新闻 或是讲媒体经用这些东西啊 它是一个蛮大的议题 那它在整个系统运作 你要把它包进一个桌游 它其实是不可能达到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它有可能达到 或者是游戏会变很大 那这边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这个游戏就可能没办法推广 我个人会认为 我们这次的目的是 希望来推广这些概念的话 那它就必须要合乎大众 还吃得下的范围 对 所以我会提醒他们 就是可能蛮多东西是要记得 有舍才会有得吧 媒体素养所有工作坊 主要是由中佳 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跟我们台师大合作的 然后主要来说 我们打造了两款主题 一个是有线电视的公众频道的媒体 跟媒体金融权 还有假新闻这两个议题 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课程是从 7月30号到 11月 然后为期就是会有6周的课程 这样 那我们都透过假日 6日的时候来参与 那民众的话 呃 包含了学生老师 然后还有呃 志工 然后都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呃 因为有线电视 公众频道在1993年 就是成立嘛 然后呃 明免就是30年了 我们也想说透过就是 把这个桌游算是送给 公众频道一个礼物 然后假新闻的话 因为现在议题就是还蛮夯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民众可以透过了解假新闻 透过桌游来了解假新闻 这个议题这样子 来参加桌游工作方的学员 有国中小老师 家教老师 大学生 研究生 与社区志工 对于能够亲自设计桌游 来推广媒体素养 觉得是一个难得的学习经验 那会来参加这次工作方的话 主要是因为 它的主题是包含了媒体素养 跟桌游 那媒体素养是 呃在教育方面 觉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本身是英文老师 所以希望可以融入到自己的课程 那桌游的话 它是一个现在蛮 呃算是蛮 是一种趋势的一个教学的模式 那可以让学生在过程当中 参与度更高 那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模拟现在的各种生活的情况 所以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技能 那可以融入到自己的教学 那未来可以推广到更多的领域 因为我本身是读传播的学生 所以嗯 对于媒体素养这个议题 本来就还没有关注的 那刚好因为现在媒体素养也是 大家在呃整个一般群众啊 或是在民间推广跟政府间都有在 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养成的一个意识嘛 那刚好有桌游的加一个媒材 可以来实践这个媒体意识的教学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然后因为现在最多遇到假新闻的议题 还有事件除了那些传播假新闻的那些呃不肖的人以外 我觉得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影响好像是那些我们一般民众有可能在很多时候会误传假讯息 那有时候就会成为假讯息的受害者 然后甚至可能成为帮凶然后还受罚 所以呃能够透过桌游这个媒材 然后把媒体意识媒体素养这些讯息传播给一般的大众 让他们透过游戏来学习的话 感觉是一个很好然后可以防范假讯息就是这么泛滥常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身处于资讯爆炸的时代 现代人必须具备媒体素养能力才能对接收到的讯息做出正确的判断 中家宽评携手台师大持续透过桌游来推广媒体素养的观念 希望借由轻松有趣的推广方式将媒体素养的观念推广到社会每个角落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